我想跟博星人 先把他们关注 想给他开 他应该觉得 想给他开 亲爱的博星人您好 欢迎登陆地球 我想要透过这个名为 给博星人类学校的展览 向您迎接一些 以前的艺术作品 有没有可能一个线上的展览 它可以不只是 实体展览的替代方案 而是一个展览 实际发生的特定场所 我们平常看展经验中 所习惯的实体展场 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 让我们回到线上 这个作品实际发生 现场的索引界面 这个灯很像办公室 它同时又好像是我 我给出的营养剂 像你照太阳 获得同样的结果 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里面有一种 很奇怪的嫁接 我觉得这里面 无以名状的可能性 反而是艺术家可能 更想要契机的 鱼缸上面的照明 是会一亮一暗 我让这种体验 跟我们日常的这种 要进入一个空间 进入一个场所 把灯打开 把灯关掉 这种经验互相叠合 透过这个框架 反而去召唤 那个在网路上的 那个实质内容 到现场看这 天花板的空间 想说 要如何隐约的隐藏在 黑色的青钢架上面 某方面延伸到 怎么去省视这个空间 以线上作品为主 这个思考 它需要在某个程度上 你要去理解 尤其是景况这件事情 一个人物在后面睡觉的时候 这个灯泡它可以决定 你要看它表演睡觉多久 因为灯泡如果沉到水里爆炸了 它的表演就不见了 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 这个卫生纸 电风扇啊 或是它吹起来的这个 轻微的这个浮动的效果 观众在这个微弱的状态下 有一点点打动它 可能就是一个 创作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感觉 我自己喜欢的那个作品型态是 这段时间要展览 我就把我这段时间 做了哪些事情 直接冤风不动地端出来 所以我在我的后院 搭了一个房子 你可以看到房子的 残破的一个结构 或许你也会想知道 房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得去线上看 真实是一个不会变的一件事情 在1990年代之后 就是有一种真实好像也是 人制造出来的 真实就是一个不会有变化 可是后来那个真实有一个小小的移动 真实也是一直按照社会的变化 就是那些人的道德观 或者人的行为一直就变了 我那时候会选用牛皮 其实主要是说 这个东西它能够引发一种触觉的感觉 在现场你看得到那个雕塑 但是你没办法去理解它的资讯 现场的部分就是 它重新把这些东西翻译出来之后 这些文字是在描述一个 人的外貌 心体这件事情 眼见为凭这件事到底你看到了什么 所以我才会想到 to see is to believe 灯香的呈现 它里面的字 有一种半悬空 有点漂浮的那个状态 更带出一种 人跟人的关系 有一种暧昧不明 那个关系特别的迷人 其实在那个叫准栏目这一件之前 它都是在实体现场里面 制造一个好像线上的状态 所以这次在网路作品上面 就做了这个线上跟线下的对调跟除 现场的RGB它本身 可以成为一个概念上的白色 网路上其实是已经先发生白色 然后我把那个白色的白点 再分别拆开 成为好像是来自各个地方 然后各种不同脉络的图片 我呈现的这个空间有点是 你必须主动的去摸索 去探索 这个圆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状态 这样子 作品的时间感跟我们 一般的时间感其实又有点不太一样 网页的时间跟空间 这个经验里面 让观众重新去思考一下 这个部分 这个散染对应的 比较不是展演的这个动词 而更像是透过留下许多的线索 邀请火星人类学家 在不同的界面之间 来回盘点人类的创作行为 这些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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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适合